字幕提供 厲害啦 非常有趣的一個開場 今天真的厲害啦 這個場景 有沒有大家覺得非常的熟悉 我們這個 資深的一些老觀眾應該知道 怎麼回到以前常去的 拍片的場景 沒錯,今天我們知道 回歸 10年前 10幾年前到底在幹什麼 進去那個小房間有沒有 在幹嘛了 你的桌子旁邊的便租出來 大人哥都在那裡出來 很多明星在那邊出來的任意們 後來變成有一個客廳 客廳就換換換,現在換成我們家 我就帶大家去看看 如此啦,加拿大貨啦,加拿大便 我今天就要把它燒掉 我不要穿 要把它燒起來 中華隊按摔 欸 買電車來啊 買電車來才會穿一下喔 我出門,我不要穿 ALL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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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國隊,就是中國鐵 我要把它燒掉 連我都沒睡到 彭在那裡,我可以睡到 嗨,懷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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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各位啊 現在的位置 位在於這個 士林區四山站 這邊是這個福國路 那這邊就是 東山北路交叉 就是我們巴西的地方 你就住在這邊 喔,這個門上去 欸,你怎麼知道 我有來過 喔,你有來過喔 對對對 我以前研究所 他有來找過我啊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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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租那種公寓四樓 然後那時候是跟 五個朋友一起住 我記得租兩萬一啊 兩萬二 然後五個人分一個人四五千塊 也是很便宜的 你家在這裡 就入職的遺跡 就是你家裡看這個蚵蚵 是嗎 這個蚵蚵啦 應該不是 喔,不是嗎 那感覺路都鋪過了 是嗎 還有那個手機 然後第二支 那個三星手機 你送的嗎 哈哈 你的三星手機做 高中的時候 他送的禮物 對 然後我們現在 我是坐那個四樓 那個窗戶就在那邊 窗戶就在那邊 那這邊應該是 我們沒辦法上去了啦 那邊就是第一代 第一個住的房子 研究所畢業之後 就當兵 當兵回來 就住那個小房間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那個 現在那個小房間在哪裡 耶 完蛋 gag code 這邊就是大家最敲碗很想要看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這山寨的這個是文昌橋 這邊這個橋下 為什麼住這邊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常進的人還在台北工作 他先來這邊租了 二樓 對對對對對 哇他差不多一個月六千塊而已 套房六千 他說房東人好好的 只要六千 然後阿文在問你房東有沒有房間 他說有啊下面一樓 就這個地方 然後我跟房東說 那個剛畢業對不對 台北工作 房東也很好 套房租多少 四千塊 蛤? 四千塊 然後你看這個門口 這邊就是門進去啊 那邊是上樓 不是這有兩個門 所以你晚上很吵耶 不是非常吵 然後這邊非常潮濕 然後東西放在那個衣櫥 床頭櫃 裡面都發霉 都發霉 所以這環境不是很好 然後就很小很小一個 你怎麼好意思邀請人家來 我也怎麼想 我現在想騎了 剛剛我怎麼好意思 大人哥啦 陳金鋒 搖搖 陳妍希 你怎麼好意思 他們應該傻眼 他們司機開車來 想說這裡嗎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那個鏡頭是擺在床的邊緣 拍的話要在床上面這樣喊 就這麼小 超小 也產出很多很厲害的影片耶 對 這邊算是經典 發跡啊 一晃過來這邊 帶大家去看看 河堤 我們常 對 常拍片的場景就在那邊 這邊就外面這邊啊 旁邊是文昌國小 我們也蠻多的那個影片都在國小裡面拍的 最多應該是合體的 合體這邊就經典啦 真的嗎 泡菜 喔 欸 蔡先生 妳不要說 我知道妳說話 妳不要人 妳不要人 台灣人妳比較有骨氣的好不好 妳吃什麼泡菜 這泡菜 乾脆而已 第一個就是在這裡啦 我說我要去西方買一顆糠米 結果沒有都是泡菜 就對了去問 這合體我們也很常取景啊 對啊 如果發現這種在合體的景 都是在這邊 都是在這邊取的 因為這邊你看就是沒有人 幾乎沒有人啊 我們台北士林的文昌橋下 有興趣可以來這邊取一下 喔 還有在那邊烤肉過 有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在工作室有幾隻 喔 不是工作室喔 之前 之前嗎 烤肉就在這裡 這個下面這裡 烤肉的景就在這邊 文昌橋下這邊烤肉 對 沒錯 那個小房間之後我們就搬家了 搬到哪裡咧 小房間在那邊有沒有 藍色的車子那邊 小戶車那邊 然後我們搬到這裡 嗨 那這是蔡中翰 蔡中翰退伍 他說要那個 上台北工作 退伍之後上他工作 然後他說 欸 這樣這樣這樣 可以跟你一起去拜託啦 拜託這樣 什麼事 沒有我從大學就不要莫名 就很想跟他們一起去 對 他就覺得跟我們住很有趣 吃飯玩嗎 反正咧 我就找附近 找附近那個沒有離近一點 因為我們不想離開士林區啊 然後那種剛裝潢好的 那時候我記得 就租這邊四樓 然後兩萬多塊吧 兩萬二 兩萬二然後三房 兩廳 很讚 然後全新裝潢 第一手的 現在要問我們 為什麼我們可以進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我們朋友後來續租啦 因為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所以我們退租之後 朋友直接續租 所以我們還可以進去看看 裡面長什麼樣子 有種熟悉又懷念的感覺 有點不一樣 欸 除了沙發好像都沒有變耶 你看這邊 完全一樣 送話來 欸 學長這邊都沒有家具埋線啊 他真的全包耶 全包 因為我跟學長說 我剛退伍沒有什麼錢 剛退伍沒有錢 我那個剛畢業 台北工作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是三個人 分那個 兩萬二 對 啊我是套房 所以好像貴一點 然後我七千嗎 還是多少 我忘了 沒有你一萬 我一萬喔 那是幾盤喔 一萬塊而已 有這個 飯廳客廳 然後全新裝潢 那是全新裝潢啊 現在一四格耶 已經十年了吧 但也蠻 對啊 維持得不錯 哇十年了 十年了 喔這廚房 一樣沒變 拍了不少片 沒有變耶 欸 真的是老闆 是我們那時候買的 欸 太扯了 他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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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活了十年耶 你覺得 這個已經絕版了吧 三個工廠今晚 這應該絕版了 啊這個場景 應該很熟悉耶 就像我們在這樣拍過來了 大家好 我是波多也第一 已經怪了 怪了 怪先生啊 文綺你也告訴我 OK 我現在是財產的陽光男孩入廣場 哇 陽光男孩 當然我再次嘉義的旁觀男孩 就贏 哇 漂亮 那時候就是已經成立工作室了嘛 嗯 所以那時候 所以這裡也是工作室 對 片量有大增一點 這邊後來之後我們就結婚了 欸對 那一整個禮拜也大過 我們要住一個單人床 特人 佩服 然後都後來結婚了 我們才搬到那個另外比較大的 然後菜單位也跟著過去 對 菜單位一直跟到他結婚 家裡還跟我們一起住 對 什麼東西 哈哈哈 啊後來他們就搬出去了 是因為有小朋友 有錢了啦 有錢了啦 不是啦 啊我們最後再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哪 上班的地方 來了 上班的地方 沒錯 我們來到這邊算是 台北市的蛋黃地帶 不得了 人愛特區 對 欸你懂欸 其實我們剛剛騎了多久 大概30分鐘 嗯 這平常上班要其實大概40分欸 下班要一小時 好累 機車都會塞車 真的要體驗一下台北市那種 早上上班 尖峰十個 機車都會塞 那我們介紹一下 太中班以前在哪裡上班 來 嗆出來 內政婦 內政婦 我跟你講我也不妨多讓 唷 唷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國政會啦 俗稱什麼 國民黨智庫 喔就是國民智庫 俗稱就是國民黨智庫 很常那種國民黨發言人啊 還是黨主席啊 受訪的時候 還是一些政策問題的時候 就會在我們那個 裡面那個大廳裡面拍 欸這個地段不得了 你有沒有好奇我當什麼 對啊你在幹嘛 這個好像不常說啦 我只知道是研究助理 但我不知道 確切的內容是在幹嘛 就這個 我們那個智庫裡面 就會他有專任的這個研究員 比如說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研究研究計畫出來 然後給政策做行政的參考 如果在野的話 也可以針對現在執政黨 哪裡做不好 我們研究這個方案比較好啊 有沒有 就可以去提案那些 所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單位 了嗎 了嗎 哈哈哈哈 整個大許教授不是要去標政府案子 研究計畫來做 就是研究計畫的那個專任助理 那研究計畫是研究什麼 欸 各位不得了 我研究這個新住民 我年紀兩人就研究新住民的議題 健康訊息要怎麼傳播 他們比較接受得到 你知道他們來做綁盤啊 做文件啊 問看看他們怎麼從哪些管道 我比較可以得到這些訊息 政府的政策下去才可以 馬上把它接收到 我會讓政資源 欸 多是不是 多專業欸 喔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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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畢業就有四萬多塊 我會兼兩個住宅 要走之前接了三個 有一個什麼協會要幫忙 我接了三個 你的時間怎麼用 就一個到五六萬塊 我跟你講 我就隨貸款 一年就幹掉了 就有一個大概四十萬 一年就幹掉了 你看多勵志 你還完了吧 我還完了 你還多久 我媽其實還要幫我還一點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介紹 不錯啦 帶大家走走 有懷念的感覺 有 有懷念的感覺 然後吃吃 吃吃點東西 對對對 我們這邊那個對面那個 德明牛肉麵 吃它的那個豬肝麵 喔 好吃 它豬肝先炒過 它不是牛肉麵 它那個豬肝麵更好吃 它那個豬肝是用炒過的喔 炒過之後再下去用了紅燒牛肉湯 喔 這個很讚 等一下要打包 然後附近最有名的那個巧姿味 巧姿味水餃 喔 那個水餃 現在都要排隊 以前就很能定 現在更紅 巧姿味吃它的干貝水餃 讚 然後下次去你那邊走走 我那邊吃 澳洲 澳洲 北港啊 回北 欸我也想北港之後不錯 大家會想看我們以前面書的地方 欸 如果想看以前約會的地方 面書的地方 想看的話好不好 底下留言 再大家去看 好 好不好 打包這個 德明牛肉麵的豬肝麵 還去那個佳樂府打工過 只剩一袋洗粉 你要這樣點點 他就要拍瓶 然後就直接登登登 然後那三個是登 然後那個假日人有沒有多了 一下就要補了 重的要省 那個一箱那麼重 還試罐 一下就被拿光了 氣死 還有個號角啦 蕭敬騰啊 全部都爬過這個老公的室友 上來這邊 然後每個人都這樣